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宜族自治州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 日前迎来一年一度的蝴蝶爆发期 1.5亿只蝴蝶幼虫将在一个月内渔化成蝶 场面微微壮观 云南省是著名的动植物王国 蝴蝶种类多达700余种 中国红河蝴蝶谷地处中越边境 红河州金平县马安底乡 立体气候明显森林资源丰富 该地拥有中国12个蝴蝶颗中的11个颗400余个品种 其中用标本和照片能够说明的有320多个品种 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我们马安底每年五六亿份都会有蝴蝶爆发的这种现象 并且爆发的数量都在上一只 这种现象形成第一个是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 第二个呢 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非常好 再一个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立体气候呢 非常明显 这蝴蝶爆发的这个气候呢 正是处于蝴蝶静黄蝶最实义生长的气候 6月7日记者在现场看到 大量剑黄蝶以破茧而出 在商林间小溪边山间小路上扎堆 形成漫天飞舞的景观 为了保护这一景观 金平县出台了蝴蝶谷保护管理条例 并成立蝴蝶谷管理专门机构 加强蝴蝶谷资源的保护 蝴蝶产业在当地形成良好的效应 村民纷纷搭上蝴蝶厂业的制服快车 有些村民在自己的地上 种上了很多蝴蝶喜欢的技术植物和秘营植物 为蝴蝶的生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同时也搞起了农家乐 搞起了蝴蝶的养殖 发展蝴蝶工艺品的开发 为地方为自己的村庄增加了很多的经济收入 据悉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地被发现有蝴蝶大爆发现象 一处在墨西哥 另一处就是中国红河蝴蝶谷 今年该地预计将有四个蝴蝶爆发点 爆发将持续至7月